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南确的劣势能力到底有多强 首先我们放满一盆水 我们找一个棍子来测试一下水的深度 插到底了 水印在这个位置来量一下 这是水印的位置 18厘米 我们现在再把这条半斤重的鱼倒进去 南确的身高绝对没有18厘米 看一下它是怎么抓到这条鱼的 几天不见 浙加哥尾巴又长长了 南确发现了这条鱼 没逮到 这一次失手了 那条鱼已经下着瑟瑟发抖了 南确正在边上等待机会 看来还是有一点难度 这个水有点深 它一直在边上等待机会 这条鱼一直躲在地底下 完全不给南确一点机会 这个水确实有点满了 远远超过了它的身高 它先假装走开 然后时不时的回来看一下 又来了 南确围着这个盆转来转去 一直在等机会 这个水的深度它有点害怕 等到了 好厉害 它一直在边上等机会 发现了机会一击必动 这个南确的劣势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鱼一不小心就被它抓到了 嘴巴里面居然还包着这么多面包虫 太厉害了 这种情况下还能抓到鱼 好了 飞树上去了 这种情况下 那么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树上 对